嗨,大家好,我是寶寶 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都知道了 就是百度云 还是讲百度盘,现在挡台湾的IP 就是如果你现在要去百度网盘 好,它叫百度网盘,下载东西都会给你这个画面 跟你说,哦哦,你访问的页面不存在了 但是,请不要被这个页面给骗了 实际上,原来是百度在今年大概3月的时候 把我们台湾给封了 因为这几天不是夏季特卖吗 然后我就想要找一些游戏 找游戏呢,我就会找汉化 可是不知道为什么 我看了每个汉化全部都就是 答案都挂了 我就想说,怎么可能 我还跑去留言问 我还跑去问说,哎呀,汉化挂了 可以帮我补个档吗 然后结果他们说,诶,没有坏掉啊 然后我才发现,哇,其实我顺便被锁IP了 所以我今天呢,就跟大家分享一下 要如何轻松的解决百度被挡的这个问题 那我用的这个方法是在Google Chrome的浏览器可以使用的 那如果你是用其他的浏览器 其实基本上它也差不多 反正就是去你们的附加元件 附加元件的商店 找一个VPN的元件来使用 那我用的是这个Touch VPN 使用很简单,反正你就是找到这个 然后按个加入 登登,新增 然后这里它就会显示它已经新增了 然后这个时候 我们再次点到这里 那好像什么都没有发生 这时候你要先点一下它 等一下它会说,看你要换到哪个国家 你可以自己选 如果你选到加拿大 它们就会愿意从加拿大连的 那你也可以都不要选就直接 连接 登登,这样就连了呢 然后我们再重新来一次 同一个载点居然就出现了 真是太莫名其妙了 哈哈哈哈 没错,这样接下来就可以下载 那我通常都是 把它们保存到网盘 那 因为你自己的网盘里面 是不会受到被檔案批这件事情影响 所以你就可以不用就是连着VPN下载 有的时候可能会很慢 那如果你每一次下载 就是每一次连到百度网盘 都还要在这边点一下 是不是会觉得有点烦 所以其实这个是可以让它设定 当你连到百度的网站的时候就自动 就自动开启VPN 就是点这边 诶 我重新点了 这个三条线点这边 选 Auto Protect Website OK 然后很简单 就把你百度的网址 百度的网址贴上 贴前面就好了 登登登 以后连到百度的网址它就自动开启 我现在先把它关掉 好 我现在是关掉咯 好 那我现在这个现在并没有开启 那我现在试试看看我直接点一下 百度下载 你看一连加它就自动亮起来 它就已经自动开始用VPN的方式连进去 然后我们就可以正常的使用了 那只要你把档案转到你自己的网盘 你就不需要VPN也可以就是轻松自在的下载 然后最后要提醒大家一件事情 就是这个Touch VPN呢 你下载完之后 你会发现它是会在背景执行的 也就是你把浏览器关掉它还会在 但是没关系 你只要把这个GoGo取消 它就不会再继续在背景执行 或者你可以从这边的设定 往下滑打开进阶 继续滑 在系统这里有一个选项 可以让你关闭在背景执行程式 好 那我今天的教学就到这里 希望对大家有帮助 我们下个影片再见吧 拜拜